我們看一下九七這題 這題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所以矩陣行列四 那其實他也是 都是包的 術語都是包一些名詞 其實裡面都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機率是0 那行列是什麼呢? 行列四其實是 AC減掉B乘0 其實就是A乘C要是0 所以我們要去看A乘C是0的機率 另外你要去讀懂這個意思 就是ABC為0,1,2或3 所以這表示說 其實他可以用完之後 繼續去用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算一下 在這兩個乘起來是0的情況 可以怎麼算 那我們這題呢 因為兩個是0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0配非0 或者是非0配0 或者是0配0 那我們從 其實從反面來看比較快 就是非0配非0 一槓就是非的 那這個再用1去減這個機率 實際上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所以 A 對 A是那個 0的機率是多少 4分之1 非0的機率就是 4分之3 但是因為A跟C其實不會有影響 所以他下次也是4分之3 所以 16分之9就是 兩次都非0 所以這乘起來就不是0 但我們要的是 乘起來為0 ABC0 所以這1減掉 16分之9 這等於16分之7 這裡就可以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算出來 那你一樣 你可以去算一下這個 如果是0非0 那就是 一開始 4分之1 乘4分之3 然後 4分之3 乘4分之1 14分之1 乘4分之1 這三個加起來 也是16分17 好 那所以 轉機率的時候 從事件的觀點來看 你可以算成 A跟C 其實B 不會影響 就可以不用拿一層 排列組有時候 還要討論B的情況 會更複雜 就從事件觀點比較乾淨 好